제를調過早期 commissioning 各位孩子們早安 I'm D Mysterious 我們今天邀請到卜卡 嗨 卜卡 嗨 今天最主要的是要來介紹一下 我們最近買的滑板 還有我玩滑板一年以來的心得 大家都知道我在紐約買了一塊滑板 就是這一塊 Mini X 這邊是我的小超 等一下 把小超拿過來 欸 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洛卡 洛卡先介紹一下自己的頻道 嗨 哈囉 大家好 洛卡是在做關於遊戲的頻道 主要是以Switch為主 目前為止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影片會慢慢推出 對 然後最主要是因為我也知道 洛卡已經玩滑板也玩了 你玩多久了 有半年吧 半年嗎 然後我的第一塊滑板是這一塊 i3 Plus 我已經玩了一年了 這塊是洛卡的滑板 洛卡你在哪邊買的 在一般 那最後一塊就是這一塊 Mini X Mini X啊 我是自己在紐約買的 等一下我再分享 紐約買滑板的心得 剛剛好我們今天這三塊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塊是i3 Plus 當初是跟鹹爸買的 當然啊 你也可以從大陸自己買 不過跟鹹爸買就是有時候真的有一些問題啊 他會幫你聯絡大陸的廠商 這一塊是單區的 就是馬達在這裡 洛卡你知道單區有什麼優點嗎 單區的優點應該是比較輕吧 對 沒錯 第一個比較輕 然後他比較省電一點 因為他只有一邊嘛 他的構造是最簡單的 什麼是單區呢 單區還有分皮帶帶動 跟裡面就是馬達在裡面的 這個就是馬達 就是本身在輪子裡面 我猜啦 裡面應該是一個無雙馬達 那像這樣的結構呢 就是皮帶的結構 皮帶的結構的缺點 就是說他會有一些損耗 當然他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說他的馬達可以坐在外面 所以馬達可以輸出比較大 Mini X最大的優點就是這樣子 羅卡的這一塊 雙區之外啊 他還有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電池 說一下你的電池 跟大家有什麼不一樣嗎 他的電池是可以直接拆卸的 可以來拆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電池呢 拆開來就像個行動電源一樣 欸 這樣很方便耶 對 可以直接把它取出來 取出來之後呢 這邊還可以打開來 就跟行動電源一樣 欸 真的耶 這個超方便 而且這樣子 如果你還可以買兩顆電池對不對 對 沒錯 其實我這一塊不行 所以這一塊如果要帶上飛機 會比較麻煩一點 那你玩了半年 你的心得是什麼 這種雙區的玩起來感覺啊 呃 其實以一個 玩電動滑板的新手來說啦 這個 雙區的玩起來會覺得有點快 那這一台呢 是因為它有三個速度可以做調整 所以一般羅卡大概會把它調在中速 中速的話起步會慢一點 可以有那種 心理準備好不好 就是 就是要有心理準備那種 不要一下子就出去那種感覺 因為雙區的插熱好像比較 比較 比較緊一點 比較力一點 如果雙區的在跑全速的時候 要煞車的時候也要蠻注意的 不然它會直接靜止的 你就會往前跑了 雙區啊跟單區啊 最大的差別 其實它就是兩個輪子帶動啦 變說它的出力 原則上 大概會有兩倍左右 可能會不到差一點點 那相對的啦 它煞車也是會有兩倍左右的力量 所以 煞車要很注意 最後一塊是 Nini X 這一塊其實在台灣不太好買 我是在紐約買的 可以看一下這個畫面 我們在這間店找到了那個 KC花吧 原本還想逛逛 可是它這邊就有 然後我希望他教我怎麼把電池分開 OK Hansom boy 呃 你好嗎 呃 再見 再見 我得天啊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他會拿一塊 好多粉絲朋友在問我說 這塊Mini X啊 怎麼帶回台灣的 其實我真的 非常不建議你 從美國買 不是說比較貴啊或什麼 最主要是它的電池 非常大顆 它的電池啊已經超過 航空的標準 因為我當初啊 是看Casey的這個影片 他把滑板帶去飛機上 然後 我沒有找資訊 所以我就買了 我在香港的時候啊 就被攔下來 他就叫我出去 找航空公司 我跟航空公司講了半天 他也是不讓我帶 我就想說我再走一次 所以第二次就過關了 所以大家不要學我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它的聲音 跟遙控器吧 我們來試 第一塊這個最弱的 i3 Plus啊 這個遙控器 你們看就知道是傷痕雷的 我這塊滑板啊 我已經跌倒過 蠻多次的 所以連遙控器都摔成這樣 它遙控器很簡單 就是前進 前進的話 這個輪胎就會開始往前 那它煞車的部分呢 它沒有倒退 原則上就是 把這個輪子停住 就像這樣子 大家聽一下它的聲音 感覺上就是順順的啦 然後速度呢 就只有兩段 後面這邊有一個 切換的地方 就是兔子跟烏龜 那原則上就兩段 我是不是該換遙控器啊 這遙控器好像有點... 再來我們看羅卡來介紹一下它的電動滑板吧 好 那現在呢 這個是羅卡的電動滑板的遙控器 感覺好像是三個裡面最小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三個遙控器裡面最小的 沒錯 然後呢 重量來講的話 其實 這兩個差不多 Foot的一個是 特別的重 那現在這一個比較大的差別 就是它有三段可以調 有一個LOW跟一個HIGH 然後中間呢 還有另外一個段位 是中間的速度 現在呢 因為要來聽聲音 所以一樣把它開到HIGH的地方 直接把它轉到全速給大家聽聽看 你這個方便很多耶 你看 我這個調速還藏在電子蓋裡面 你各在外面 就可以在 玩的時候就可以調了 蠻方便的 現在來聽聽看 這個聲音吧 喔這個力量聽起來好像 欸也還好 也很順 嗯 也很順 非常順 那它停下來的 也是直接把它停住 我感覺你這一個的煞車 好像比這個厲害耶 你 你在 真的 你家屬你再煞車一次 好 你煞車 來 煞車 喔 你看 你看 我 我再試一下我這台 喔 慢一點 可是不過 不太準 因為如果 人站上去以後 它那個重力很 而且你這個是雙驅的啊 所以煞車一定會 蠻力的 嗯 蠻力的 這種就是輪子是馬達的啊 大部分它是 可以倒退的 可是它不會跟煞車坐在一起 我這一台啊 旁邊還 因為你這台不曉得有沒有 我這一台 在i3 plus啊 旁邊還有一個鈕 倒退 你 你只要切換以後 它的輪子啊 就會做反向的運動 這樣 不過基本上這個功能是非常少用到 對 這個有嗎 有 也有 喔有 一樣有一個鍵 然後按下去之後就倒退了 喔 就是 reverse 對 哇 也是很方便的 對 但是基本上真的不會用到這個功能 對 幾乎不太會用到 最後我們來講解最後一塊啦 是boost的 是我最近太溜的 原則上我覺得這塊滑板啊 它跟另外兩塊是 我當初會買它以為它很小 然後會覺得說可能輕便性各方面 會很好 結果我發現它其實是不同的東西 因為它真的很重 啊 對 我想到我有帶一個東西可以秤它的重量 你看 羅卡190 超高的 太過分了 像我這種195的身高 只好站在它前面 我剛好有帶行李秤 我很好 這三塊 的重量 我們請羅卡 幫我們秤一下 第一塊i3PLUS 哇 第一塊重量 4.4公斤 4.4 然後第二塊的重量 第二塊的重量來了 這個好像有一點重 比較重一點 然後它的重量是 5.2公斤 5.2公斤 來羅卡 買定離手 來猜這塊多重 呃 應該有 6.5公斤 你知道嗎 我太小了 我覺得它至少有8公斤 真的假的 試試看 好 他手要提起來有點難 是 我覺得 欸 我覺得 等一下 不行 我覺得你手在抖了 對 手在抖 兩隻手 對 它這個不會 哦 8.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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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近是 2倍的重量 所以我剛才講 其實它真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其實BOOST這塊滑板 在網路是非常紅的 可是它跟我們想的 i3PLUS 或者是 比較短板的這種滑板 其實真的是不同等級的 快兩倍的重量 拿起來 完全不一樣 我先介紹一下它的遙控器 它的遙控器啊 其實非常的簡單 下面就是一個開關 把它打開 好 這樣就打開了 然後也把滑板打開 原則上啊 它有三段 一樣有快中慢 那這支遙控器啊 是可以透過手機的APP 去設定裡面的東西 我今天就不介紹 如果你要切換它的快跟慢呢 就是按三下 聽到一聲就是最慢 聽到兩聲就是中間 聽到三聲就是最快 然後 它要前進跟後退呢 一定要按住前面這一個 就是前面這個有點手槍的部分 一按住它呢 這邊 如果 往前推就是往前 我們聽一下它最快的聲音 好大聲喔 好大聲 真的很吵對不對 對 而且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啊 它的剎車就是用退後的力量 我試一次給各位看 往前 有沒有 有沒有它直接轉向 所以在做剎車的動作啊 其實 它是很厲害的 可是相對來講 就比較危險 好我們等一下啊 就帶這三塊滑板 去外面 玩一下好了 太快了吧 我今天特地找羅卡來 所以我覺得 你說最準 因為你會滑 可是你又沒玩過 那所以你第一次溜這塊BOOST滑板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感覺這個BOOST滑板好恐怖喔 超級恐怖的 因為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是可能因為皮帶式的 再加上它的那個煞車功能是倒退的 所以剛才有滑到一度就是 在煞車的時候 煞到後來要往後跑 所以就氣板跑掉 一樣啦 還是要提醒哥 因為越快的板子啊 要越注意安全 BOOST的這一塊 其實它有分兩個版本 一塊是X 一塊是X 那最主要 它的極速不會差很多 只有差一點點 最主要是 差它的距離 忘記把它小鈔帶出來 這一塊我印象中可以滑到20幾公里 那有另外一個MINI S的版本 可以滑到10公里 可是因為 我的平常我玩的距離沒有這麼長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用不到 那BOOST的這一塊我已經玩了快兩個禮拜 我都在滑它 我的感覺就是它 是一塊很穩定的滑板 就是你滑起來 雖然它很快 你玩起來是會很安心 它原廠的設定啊 在這個好像叫做豆腐頭還豆腐塊這個地方啊 其實就很硬了 你在高速在走的時候 不會覺得它很搖晃 我覺得它最大的優點就是在這樣 可是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我們剛才秤的8公斤 超級重 超超級重 你看溜滑板最討厭就不夠帥 我每次就是要拿這塊滑板啊 我都覺得很稠你知道 有沒有就是 可能羅卡190的身高比較帥 你看我再示範一次 你看是 是很稠 就有點稠 可是我之前i3 Plus的時候啊 我可能會這樣子 好到了 聽 然後我就拿了 就走 有沒有 比較順一點 然後可能因為我也比較小隻 不然羅卡你試看看 把它踩起來吧 不是 它這個拿你不能 就是跟你以往 你一定要 我只拿它板 不是 不行 我跟你講為什麼 它這個千萬不能拿後輪的部分 因為你可能搖晃器沒關或什麼 其實是危險 這個你走進去不得了 這個拿 要這樣子 拿前面 立馬是一下 還是一樣 你看 這真的不帥對不對 這不帥 對 而且 真的有點重 所以整個拿起來的感覺是 大概走個十步路就 需要 需要休息了 而且我自己拿覺得有點 就是不美觀啊 你看我走一下 你看就是我自己拿在路上 我是那種 感覺好像分起來歪一堆有沒有 因為它分得蠻重的 就是比較沒有那個 所以 它並不是像你在網路上或官網看的這麼輕巧 它沒有輕巧 它是一塊很重的花板 羅卡今天第一次玩單驅馬達的 你覺得怎麼樣 呃 溫和很多 如果一般的話要操控的話 或要煞車 或要煞車的話 都會比較溫和一點 因新手來講 這一塊是 的確比較安全 嗯 不過我覺得i3 Plus這一塊 是在電控的部分 還是我剛才說的那個老問題 啦 我不能說謊 就是它有時候真的會斷掉 因為我每天用滑板通勤 你的距離大概是一公里 大概十次左右 會有一次的狀況 是在你在花心的時候突然 頓一下 頓一下 所以我覺得它在電控系統 是要加強的 因為我第一次 剛剛拿到這塊滑板的時候 也 我印象中也是換了一次電控 所以這部分 我覺得i3 Plus要加強 不過羅卡這一塊 會讓我滿意外的 是它動力 比較強 雙驅的真的不太一樣 對 動力比較強一點 對 它就是在雙驅的部分 就是 它不管在煞車阿 或是在加速都很快 而且它重心比較高 你要注意安全 因為 我這一塊i3 Plus 煞車是比較安全的 那羅卡這一塊 它比較短一點 它煞車力道又比較強 用得到的時候 是非常需要它 因為我曾經就有這一塊 煞不住 然後整塊飛出去 覺得這一塊 就不會 這塊應該會板子 只留在原地 然後忍住 有可能 然後真的是非常難 對 因為它比較 煞車比較力一點 對 而且煞車的力道 差很多 對 差很多 差很多 那以上就是今天 介紹的這三塊板子 希望對你有些幫助 那羅漢有沒有要補充 王花板要注意安全 尤其是電動畫板 對 而且其實建議大家 我們今天是錯誤失法 都沒有戴安全帽 也沒戴護具 今天影片已經結束了 大家記得也要去訂閱羅卡 我會把羅卡的icon 放在後面 那大家記得去訂閱 那我們明天見 掰掰 掰掰